轻易服王的轻功到底有多强悍 这神剑八雄只是听到一阵骇人笑声 还没看清来人是谁 就全部被击倒在地 此时就看空中又飞来一人 两人本以为能轻松将六大派门人救出 其料这王宝宝手下竟还有十八金刚 二人武功虽高却依旧拿不下众人 此时忽见无数落叶如穿花蝴蝶般迅速飞舞 这十八金刚竟被直接震飞出去 来人自是名叫教主张无忌 张无忌看这高塔即将被烈火吞噬 一时尽不知该当如何 张无忌心生一计 想那秦贼先秦王 当下身形一侧 直击王宝宝身前 哪知忽然一把以天剑刺除 就看赵敏忽然持剑挡在王宝宝面前 王宝宝手段向来狠辣 不惜一切想要将六大派禁术铲除 此刻高塔之上人心惶惶 眼看火焰将近不禁叹息 张无忌知道如此下去 不是办法 索性凌空一跃 飞落到这高塔跟前 一掌将两旁守卫放倒 塔上众人听了都是一阵 心想此处高达十余杖 跳下去力道何等巨大 你纵有千金之力也无法接住 武当二侠于连州从小看着张无忌长大 知晓这辙不会骑我 朝着塔下就跳了下去 就在于连州即将落地之际 张无忌直接施展出那乾坤大挪移 吞吐空纵之间 便将那千金力道左右散开 二师傍 你没事吧 和泰冲夫妇见张无忌竟有如此神功 紧跟着越了下去 张无忌见状左右开弓 卸去那万有引力 将两人轻松接住 接住 你先跳 为无忌住这 丁月 我要登止落 众人实在不愿听这舔言舔语 纷纷朝着塔下跳去 就看张无忌手中乾坤挪移大开大合 牛顿见了也直呼啊塞 仅凭一人之力将六大派众人陆续接下 而下来的高手 自是与那蒙古守卫斗成一团 赵敏之小眼下大势已去 索性也不做纠缠 说罢就带着所有侍卫离去 而此刻高塔之上 烈绝师太还在和贺比翁缠斗 一时不慎被那玄冥神掌击中 眼看是泰威夷 范瑶将这陆仗客和寒基直接抛下 贺比翁也直接跟着跳了下去 张无忌见来人竟是玄冥二老 虽想这两人曾伤过自己 可是终究不忍袖手不顾 朝着贺比翁就拍出一掌给其借礼 玄冥二老感激张无忌已得抱怨 当下拱手一礼 转身离去 此刻高塔之上只剩下灭绝师徒和范瑶 你这高贼回我轻语 范瑶见着师太咄咄逼人 索性不予理会 直接朝着塔下乐曲 想不到这师太竟如此倔强 或许这才是周芷若之后黑话的关键 灭绝师太懒得理会宋青叔 抱起周芷若就朝着塔下落去 就看张无忌双脚一动 随后将那乾坤大挪移发挥至极 朝着树杖高空飞去 哪知这灭绝师太死意已决 绝不愿受名叫半分恩惠 反手就是一掌击出 而后就看着师太转过身来 对着周芷若轻轻推出一掌 周芷若心中大惊 想不到师父为了保全自己 甘愿做那垫脚石 而这师太心中又何尝不是因大意未成 留下一道凄凉 众人心中大为不解 想不到这师太竟这般死脑筋 就看师太对周芷若说道 务必完成答应师父的承诺 师太你撑住 我说内力给你 却看着师太一把甩开张无忌的手 却对不起 把我的手 话音刚落 裂绝师太便已弃绝身亡 索性这次万安寺一战 成功将六大派高手救出 保住了中原武林的颜面 我给大家带了一谈上好的女儿红 有女儿红 我和你和 杜静杰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敏恩仇 一引进江河 这也让明教和所谓明闻正式结交友好 而另一边 峨眉派众人还沉浸在灭绝离开的悲伤之中 但家不可一日无主 眼下当务之急便是尽快推出新掌门 重振峨眉 大师姐入门最早 武功最高 该由大师姐出任新任掌门 丁敏君心头一喜 自己总算能当上掌门之位 那我就当人不让了 哪知内境玄小事太眼尖 忽然看见周芷若手上戴着的 正是峨眉派掌门铁纸环 在万安寺塔上 师父以立我为第四代掌门 丁敏君心中一正 师父怎会将峨眉交付于你 谁知道你这铁纸环是不是偷来的 接着又看周芷若单手启示 苍天在上 若我周芷若有半句虚假 必将天打雷轰 众人看周芷若经历下这般毒事 眼下师父又尸骨未寒 纷纷劝说丁敏君何必多多逼人 而另一边 张无忌带着小招来到一间客栈 自是与赵敏相会 只因张无忌曾答应赵敏要做三件事 而这头一件事 便是带赵敏去冰火岛 一堵屠龙刀真容 但在出发之前 张无忌却向赵敏借着倚天剑一用 我还没见到屠龙刀 你刀先向我倚倚天剑 说话间 赵敏还是将倚天剑递给了张无忌 就看张无忌拔出倚天便是一剑 将束缚小招手脚的铁链直接劈断 谢谢公子 而后三人一同行走在大街中 却看到峨眉派众人又折返回来 张无忌心中纳闷 莫非峨眉遇见了什么麻烦 一听到周姑娘 红破都没了 就听在一破庙之中 那丁敏君又在出言讥讽 今天正好众同门都在 我提议 重任新任掌门 丁敏君记恨周芷若夺走自己掌门之位 仗着自己大世界的身份 当众说出周芷若竟私下寻找张无忌一事 本派和魔教仇身四海 我同门有多少人是死于魔教之手 众师太一听 想来确实如此 纷纷依附丁敏君 要周芷若交出掌门铁指环 暗中的张无忌看到芷若妹妹受此屈辱 本想出言呵斥 却被身边赵敏拦住 毕竟这一出去 芷若妹妹可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你叫我一声好姐姐 我就出去给你的猪姑娘解围啊 张无忌心中一动 知晓赵敏向来诡计多端 虽说叫生好姐姐多少肉麻 可为了芷若妹妹也别无她法 好 谁 偷偷摸摸在那儿偷听 突然间传来几声咳嗽 就看是金花婆婆带着婴力款款走来 开口询问灭绝师太身在何处 上次比武未曾了断 叫她出来再与我鄙视一番 我师父已经元气 我先师倘若还在 你这个病老婆子也无非是多败几场 金花婆婆只觉耳旁甚是锅躁 四下清脆的声响过去 丁敏君顿感头晕目眩 既然灭绝已经死了 那你们就出一个人替她比吧 丁敏君虽是大师姐 武功也在众人之上 可刚才两下实在不轻 哪里还敢造此 就看周芷若出来拱手一礼 峨眉派第四代掌门周芷若 问婆婆安好 周芷若虽说年幼 可这一朝一世之间 颇有三分灭绝师太真传 但终究是武功低微 金花婆婆还未用力 便将周芷若长剑击落 一把擒注周芷若肩头 今日你要杀便杀 不过请放过一众同门 想不到这女娃娃功夫虽差 这性子倒是要强 金花婆婆心生爱才之心 便想把周芷若带回灵蛇岛训教 众女你本是看不上周芷若 但此刻见她不计私嫌 心中均起敬佩之意 可这手上功夫实在惨不忍睹 就看阴力腾空跃起 一阵粉末飘散 众人皆倒地不起 周芷若你不必担心 他们腾一会儿就都死了 周芷若担心额眉一派 真当要灭绝 当即跪倒在金花婆婆面前 恳请婆婆饶恕众人 金花婆婆倒也客气 额眉掌门说话自是没问题 就看婆婆掏出一颗丹丸 这断肠裂心的毒丹 你若服下 我便放过众人 周芷若心想师父叫我欺骗张无忌 我本就做不到 如今又要和这十个女子唱大戏 与其活着受那无穷折磨 还不如就此一死了之 便将金花婆婆手上的丹丸 直接吞下 这可急坏了一旁的张无忌 行什么呀 这毒药是假的 金花婆婆也对周芷若更加赏识 便以此胁迫周芷若跟自己离去 因离顺手扔出一瓶解药 就看丁敏君拿起瓶子就疯狂炫了起来 另一边张无忌还是不明所以 不知赵敏为什么要阻拦自己就止弱妹妹 你心里就只顾着你的周姑娘 你不要你义父了 就听赵敏说到是才金花婆婆有言 借到一把矿石宝刀 敢问张教主 这天下能与以天争锋的 除了屠龙又有何物 张无忌犹如醍醐灌顶 自己只顾担心止弱妹妹 全然没有在意金花婆婆说甚 两人一路尾随 悄悄潜伏金花婆婆的乘船 便来到那灵蛇岛上 就看岛上有一间稻草茅屋 院子中站着不正是自己的义父 金毛狮王谢迅 交出屠龙刀 饶你不死 屠龙刀在此本是来去啊